许多人以为不需要学习和了解食物营养知识,只要少吃多多就可以减肥了,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正确,如果这么简单,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胖子吗? 大家好,我是领南医疗管理中心的杨医生,美国制造针灸师,功能医学健康管理师。我们的健康管理不但是一种可以让你天天吃大餐,吃饱吃好,还会减肥的方法,而且可以帮助逆转许多慢性病。 我曾经中年发福,现在在不运动不减息的情况下,从一个140磅34英寸腰围减为123磅29英寸并成功保持一年,减肥之间许多人都会有很多迷失。 食物营养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基础知识,减肥人群和慢性病患者必须要更加应该学习,因为肥胖与慢性病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如果你不了解,你就不会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吃饭可以减肥这个传说,少盐少油可以损害你健康,鲜炸果汁可以让你得慢性病,糖尿病。 但是如果你学习了健康知识,你就会知道减肥其实并不需要运动和饿肚子的,高血压并不需要终身服药,糖尿病是可以逆转的,血管毒素还是可以清楚的,老年时代是可以预防的。 欢迎每周六,北东晚上时间九点,请上我们的健康医疗空中课堂,收听我们的健康营养知识讲座。 余生请把健康放在第一,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补药可常受药,一个三餐才是主要。 所以了解你每天食物营养才是最最最重要,吃出健康,抗制免疫。